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等的黄花菜都亮了 黄花菜还真不能趁新鲜湿 新鲜黄花菜中含有一种叫做秋水鲜碱的化学成分 这种物质本身对人体无害 但被人食用后 会在人体内氧化成具有毒性的二秋水鲜碱 成年人如果一次吃一道两两鲜黄花菜 就会造成二秋水鲜碱摄入过量中毒 新鲜黄花菜中含有一种叫做秋水鲜碱的化学成分 这种物质本身对人体无害 但被人食用后 会在人体内氧化成具有毒性的二秋水鲜碱 成年人如果一次吃一道两两鲜黄花菜 就会造成二秋水鲜碱摄入过量 并引发急性中毒 二 这种食物放久一些吃更健康 咸菜最近几年总能看到有人吃自家烟的咸菜 结果压硝酸盐中毒的新闻是解 其实并非是自家烟的咸菜不能吃 而是要放久一些才能吃 如果你在腌制蔬菜的时候 在腌菜刚刚入味的时候 就迫不及待地品尝 这个时候是很危险的 这时候腌制的时间很短 也是压硝酸盐正多的时候 一定要等一段时间 通常情况下 腌制时间到了三周以后 压硝酸盐就会达到了安全的标准 这下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再教大家一招健康吃腌菜的方法 腌菜本身含有大量的盐分 那么我们就相应地减少食用盐的量 就拿日常的炒菜来说 我们可以把腌菜放进去 这样就不用放盐了 三 这种食物放久一些吃更健康 猪肝很多人是为了选择吃到选择更为鲜嫩的猪肝 大多选择将猪肝集火快炒 炒热之后趁热吃 但是其实这样吃是对人体有很大的危害的 猪肝是猪身体最大的解毒器官 聚集着所有的毒性代谢物 所以猪肝的毒性也是比较 大加若是没有将猪肝彻底的加热 将会造成一些有毒的物质残留在猪肝上 所以说猪肝也需要进行彻底加热后方可食用 四 这种食物放久一些吃更健康 豆角生四季豆中含有造素 抗疫蛋白霉因子和植物血球凝集素等物质 造素对消化到粘膜有强烈刺激 抗疫蛋白霉因子会影响对蛋白质的消化 植物血球凝集素则有凝确作用 因此吃得煮熟的豆角一旦引起中毒 会引起胃肠的黏膜冲血水肿 出现了心抹兔 腹痛腹泻等胃肠的症状 由于四季豆被烧煮熟透后 有毒物质被破坏 食用就安全了 其他如扁豆 云豆等都要烧煮熟透后才能食用 各位朋友 上面提到的四种食物正确的吃法 你学会了吗 你还知道哪些食物 放久一些吃更健康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养生经验